戶国神山台积电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场六号 巨型首部机台进场典礼 美国总统拜登亲自出席 现场科技业重新云集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 台积电创办人张周谋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都出席 台积电两期工程总投资金额高达400亿美元 约1.2兆台币 是亚利桑那州也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案之一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新建第二家工厂 预计2026年开始生产3奈米晶片 第一期工程则将建置4奈米制成 工厂完工后预期年产超过60万片晶元 产品总价值将超过台币约1.2兆 年收入达100亿美元约台币3063亿 苹果执行长库克也表示将扩大与台积电合作 库克表示未来在多数苹果产品中 苹果晶片将是在亚利桑那厂制造 不过有记者直击凤凰城居民大多不戴口罩 过去一年有许多台积电员工染疫 随着新厂建立从台湾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台积电员工 恐怕还得适应新的防疫环境 记着李清晨这么不懂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贝 儿童 孕妇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